我把哀怨的娇容 飙成观音的脸庞 只要闭上眼睛 就会附在心头 我把哀怨的地铭 藏在 神积的海落着 每当微风吹过 就会想起啊 遥远的祝福 每当阴雨飘落 仿佛开步的红尘若丝绸 你可以把那个死掉的人 假装是我 我死了 我们就可以领保险金啊 不是 一定为这个风阻会成功 那是我的手指头 你千万不要把它咬烂 或者吃到肚子里面去啊 铁头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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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吗 能不能请你帮我签名 我是女警队的王小凤 雷文英是我的学姐 之前我们在女警队同事的时候 人家感情就已经很好了 她能够破了大案子 到刑事局来当刑警 我们都好羡慕她喔 可是文英她已经 她是殉职了 可是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面 我很留意你们的消息 也知道你和上志警官是她的好搭档 这张照片呢 是有从杂志上剪贴下来影印放大的 请你帮我签名 放得这么大张真是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头一次替人家签名 签得不好看不能介意喔 我签两个 本名和我铁头的绰号 我都签上去喔 上志警官呢 能不能请他也帮我 他去受训呢 好好保管啊 不要丢垃圾桶啊 才不会呢 我要把它贴在我的床头 勉励我自己 要像文英学姐那么要秀 曾经听她说过 真的一模一样啊 我知道 你是明光小姐 你认得我吗 王晓凤 不要把我当成文英 虽然我们彼此不认识 可是我希望以后会很熟悉 我已经开始喜欢你了耶 你一定会加油 一定过来当你的伙伴 老公在等了 你已经迟到了 我可不可以不回家 不要说这种孩子气的话 他会杀了你 会杀了我 我只要一张张张的脸 我就会难过 在他身边的日子很难过的 你知不知道 光今天晚上你已经讲了几十遍 谁让你当初要嫁给他 我怎么样才能摆脱他 下车吧 他在附近被看到了怎么办 我一定要摆脱他 而你一定会帮我的 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他会继续说 你甚至只能靠下的 有点没什么 你的忍 bands 你不敢想要 就想想说 他自己会担心 你会担心 他不想要 火大我就不等你 讓你自己走路回家 你少在那邊說風涼話 喲 那狗女人換了香水是不是 這種地攤貨的味道 你都敢讓它躺在你旁邊 噁心 噁心 阿噁心喔 錢噁不噁心啊 至少他肯借錢給我 拿去啊 慢慢花啊 拿去洗頭 泡沙溫暖 買漂亮的內衣穿喔 你那個老白臉 他肯借錢給你嗎 你在他身上倒貼了多少我的錢啊 你又給我戴綠帽子 也找一個有錢的嘛 兯穦 明盡 你打給我 我發生的 你有什麼他行的 你不要 你那樣 我會在哪兒 你這個肯借錢給我 你那個肯借錢給我 你這個肯借錢都給我 我會在這裡 Good的 來 過來 坐 小莉,來 等一下可能會下雨哦 今天不帶你出去跑步 乖乖看家 過來,好乖哦,好乖 你身上的肥肉好多 你應該要跑步減肥了 乖乖 先生,你要跑步先把雨脫掉吧 這樣不透氣又會看不到路 小心車子哦 幹嘛不說話 才跟那個狗男人分手而已 就開始在想他 那當然啊 他比你好,比你強 我當然想他啊 想你不得了 你這個女人真是不知羞恥 不要臉不要皮 這種話你都說得出口 是你逼我的 怎麼樣,怎麼樣 你愛聽,我就講給你聽啊 我才把這次倒了八輩子倒霉啊 我才會提到你這個陰波 不要臉的陰波 我沒有這個罵 你倒霉,我才倒霉 笑到眼睛還交給你這種人 我才想要大眼睛啊 不要啊 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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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死了 他死了 怎麼辦 快叫救護車過來 說不定還有希望可以急救 人都死了還救個不亡 那怎麼不能把身體放在這裡啊 他死了 你想害我被抓去關起來是不是 我沒有架榨還這樣子撞死人 不管我有理沒你都要抓去關很多年 這就是你希望是不是 這是你害的 是你故意跟我吵架 故意讓我不看前面讓我故意轉身的話 這一切都是你設計的 都是你設計的是不是 我設計 我剛剛就設計你去死 你不要選費 你做夢 你不解釋我不會死 爹沒有眼 被撞死了應該是你 你說的沒有錯 你說的沒有錯 對這樣子的人應該是我 你們可以把那個死掉的人 假裝是我 我死了我們就可以領保險金啊 天父我不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你這個笨人當然不知道我在說什麼啊 快下來 幫我抬屍體 快 快啊 要是被人家發現怎麼辦 有錢你還不快點啊 快啊 快點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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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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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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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想把死人请回家做客是不是啊? 应该没有人看见我们抬尸体回来吧? 你到底想干吗? 你跟我说清楚行不行啊? 你根本先当个哑巴! 我现在所做的事,都是在替我们两个着想 我很快地说,你已经有一个人 你以后你的猪脑袋很用心地听 首先你把地上这个死人当成是我 不用怀疑 他就是我 我死了 然后你很伤心地准备领保险金 他明明不是你啊 连长得不下 他也比你壮,比你年轻 保险公司一知道了 一查就出完了,怎么肯理赔呢? 那,如果我把它分成很多块呢? 你要分身? 你不要开玩笑了 你不要吓我了 从壮人到现在 我已经被吓得受不了了 我们赶快去报警好不好 嘘 你要我被抓去关起来 还是准备领三千万的保险金? 你自己选择 你不会成功的 就算他被分了尸 还是认得出来他不是你啊 那如果 我只切下一些 别人认不出来的尸块 里面再混着一根手指头 我的手指头 你疯了 我没有疯了 我没有疯 警察 警察 他就会根据我的手指头去查指纹 很快的他们就会发现死者是我 洪彦夫 然后你要装得很伤心 去把我的尸块领回来 准备办理保险金的理赔 那你呢? 你怎么那么笨啊? 我不会先一躲起来啊 等你捡你们到了,我才会回来啊 明居会发现啊 有那三千万我们哪个国家不能去啊 到时候我们就出国去逍遥 不用担心债务 不用跟人家借钱 当个有钱的大爷不好吗?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们就不要再蘑菇了 我现在就去把我的手指头切下来 免得时间久了 两个人肉的颜色不一样 我自己实在赶不下手 是指连心一定会很痛 你来 你怎么一回事啊 说多就多一点都不心疼我 心疼 本来就是啊 你看看你的样子 刀子拿起来就想砍 好像等这一刻等很久 巴不得要把我砍死啊 你太狠毒了吧 那你要我怎么样啊 边哭边看啊 至少表情难过一点嘛 有点依依不舍的样子 可不可以啊 我演不来 你自己演自己看 好 好 好吧 好吧 看轻一点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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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是來逛街看熱鬧 也不看看我現在少一根手指頭變成殘廢 這挖圖的工作應該是你來啊 我總覺得好像有人在偷看我們 要看人家不會看我們 會去看春宮電影看情侶親熱 人家光是用紋了就知道我們這對夫妻 還能幹得出什麼好事 當然幹不出好事啦 嫁給你們有什麼好事 你講話要憑良心 你嫁給我的時候哪裡不好 我公司員工五六十個 存款好幾千萬 讓你住別墅開Benz 當個人人羨慕的少奶奶這樣不好嗎 是你克服把我克到什麼東西都沒有 生意失敗 還欠人家一屁股戰 你生意失敗 是因為你每天出去喝花酒找女人 我找女人是因為你不理我 不守復道 都快點去找小白臉 好啦... 所有倒霉的事過了今天晚上都會成為過去 只要拿到保險金 我們兩個又會快樂四神仙對不對 是嗎 是嗎 所有的屍體現在都買起來了 就只剩下這幾塊屍塊 還有... 我的小指頭 蛤? 啊... 丟進去 小心一點啊 手不要碰到袋子 會留下指紋 好啊... 好啊...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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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這一包屍帶 放在土地公廟的前面 明天早上就會有人發現 都不會發生日間啊 好啊... 你叫那天啊 都沒有吸引 初衛生而已 那天啊 別怕 現在已經阿羊 你會留在那裡 差點哪兒 都不是 你對阿羊 還好嗎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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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再見 拜拜 林光小姐 來採訪新聞是不是 我剛下班 來找鐵頭警官 我好不容易跟他預約了半個小時 請他教導我怎麼做個女刑警 前輩一定有很多押響你的功夫可以教我對不對 光是我知道就有二十幾件大案子是他們破的耶 而且我還聽說他們的作風非常的強悍 絕對不接受任何的官說 真的是硬漢 我一定要好好珍惜這次難得的機會 我會 哎呀 我是不是忘記買冷飲了 萬一大話說多了 口渴怎麼辦 好 好 我今天有跟見熱物 沒辦法替你上課 對不起 好 好 好 這就是心境 永遠都要面對不同的狀況 很羨慕他們 可以把生活過得這麼積極 真的有意義 今天運氣不好 下次再找機會 總有一天啊 會讓我等到他的 這就對了 情景最需要的就是這種心 我跟上次跟鐵頭哥都是好朋友 他們最讓我欽佩的 就是內在的這顆心 同情弱小 痛恨邪惡 儘管再大的挑戰 再大的強權壓過來 他們還是不妥協 不放棄 你不要看他們外表這麼強悍 有太多的時候 也會在失敗當中流血 流汗 甚至流淚 是什麼支持他們撐過來的 反敗為勝的 就是心 充滿正義的心 充滿正義的心 所以我認為 當刑警的技巧 並不是那麼重要 當刑警的誠意 才是你優不優秀的關鍵 小鳳 你有心有熱情 這才是最可貴的 加油 看好了 你說的話我會永遠記著 刻在裡面了 好 怎麼了 这张床我和我老公一起睡了四年 忽然间变成你躺在上面 好奇怪 你又不肯出去 是你叫我过来陪你的 人家情绪很紧张 一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不然你不敢明目张亮叫我过来陪你 你老公啊 他到哪儿去了 他死了 被分身 他死了 你说真的假的 我们三天前撞死了一个男人 我老公他 他一想天开的要用那个死人来骗保险金 这怎么可能 这个脸汗身材都不一样 指纹也不一样 你们以为骗得了警察 还有保险公司 他多了自己的收拾 你说什么 他 他是想钱想风 是吧 他在外面有一千万的债务 加死以后就可以不用还了 又可以带着保险金偷渡出去 反正他都计划好了 也没有我说话的份 那吓人呢 躲了起来 等警察发现尸体 等保险公司理赔 你认为这风阻会成功吗 谁知道 光是为了配合他烦都烦死了 三千万保险金的大饼掉在空中 也不知道有没有福气摇一口 你错了 你错了 这三千万大饼 全都是你的了 你是不是保险收益人 那保险金是不是归你去领了 那就是了 钱、利 归你去领 但是可以不用给他 你可以交代保险公司 把钱回到国外去 到时候我们心里一提 就到国外去享受啦 他不会肯的 对 他不会知道的 他... 他现在只是一个死人 他躲起来不敢见人的死人 我们可以大大方方的 安排任何事情 他不会知道的 好 就算他以后知道了 他没签 没身份 他到哪里去追我们 一个死人去哪里申冤啊 去哪里追我们啊 他连买个机票都买不到 见到警察跑得比谁都快 因为他是一个死人 而且已经被分了私了 走 走 路 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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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走 走 走 你他媽的是把我當成垃圾 對外這裡就不理我的是不是? 我又沒有不理你 是你自己要我再沒有人注意的時候過來的啊 至少不要讓我餓到可到嘛 至少不要讓我餓到可到嘛 你是不是希望我死在那裡 一個人獨吞那三千萬 事情都已經這個樣子了 你少貓兩句,又不會掉塊肉 少一根手指頭,是我不是你耶 已經在發炎流動,你知不知道? 裡面有乾淨的紗布和消營藥 警察早上門了沒有? 都已經四天了,他們還沒有出現 我看過所有的報紙,連燈都沒有燈 会不会是你丢那两包十块 还没有被人家发现 不可能 我丢的地方那么显眼 人来人往一看就看得到 你用的是垃圾带装的 会不会人家把它当成垃圾 会不会人家把它当成垃圾 你是说他们把尸块 还有我这根手指头 丢到垃圾山去买起来 或者丢到焚化炉去烧掉 那不然怎么解释 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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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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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回去看一看 看我这根手指头 究竟流落到哪里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笨子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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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边的东西是你挖出来的吗 师傅舍不得你主人被埋在里面 想开一点嘛 他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你应该在家里的江湖吧 而不是在这边挖人肉 那是我的手指头 那个很重要 你千万不要把它咬烂 或者吃到肚子里面去 我求求你 我用一卡车的牛肉 一卡车的狗坏 我给你换来一根手指头好不好 乖 你敢吃掉我的手指头 我跟你拼了 我把你打死什么 不要跑 你这个石头 不要跑 海击 那 saute 水 海函 海凯 海凯 你在哪? 埃 så 你把袋子都藏在这里 你这些烂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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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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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你在吵什么 你在叫我吗 蛤 蛤 你是生病了还是肚子饿啊 嗯 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吃 只剩下一切泡面了 我去拿给你吃好不好 乖 乖乖在这边等我 乖乖在这边等我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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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怎么吐了呢 吃了吃坏东西了 你怎么 那是什么 啊 那是什么 我 谁来跟我打赌 这是一只人的手指头 我的天啊 那其他的 不就都在狗狗的肚子里 我愛你 你去找,有沒有找到? 你怎麼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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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家,我不可以回來嗎? 你怎麼回來了? 你去找,有沒有找到? 找到個屁! 我找到個鬼! 我就這麼背啊! 我紅燕芙一輩子就這麼倒霉! 連想當個死人都當不成啊! 是不是真的被樂車車給載走了? 被狗吃掉! 你眼睛長那麼大幹什麼? 怎麼回來了? 我們所有的屍帶都被狗挖出來拿去藏起來了! 他什麼都不吃,就把我這隻手指頭吃掉! 我他媽的好像我的肉特別香一樣啊! 你在笑什麼啊? 他媽的,妳在笑嗎? 不笑,不笑 好好的一個撈錢計畫 就被一隻狗給我搞砸了 你可以想像嗎? 他吞下肚的手指值三千萬 全都搞砸了 要是被我抓到的話,就把他肚子剝開 看他下次還敢不敢 那現在怎麼辦? 吃塊我是還有 就是少了可以證明我身份的手指頭 你身上還有九根啊 你要我再多一根下來啊 我才不要呢 你怎麼會有這麼笨,這麼殘忍的想法 你這個淫婦 你根本不把我的痛苦當痛苦吧 你的眼睛裡面這只有錢是不是 你眼睛裡面這只有錢是不是 我少跟手指頭你當少跟蔥啊 為什麼要多我不多你 憑什麼你在家裡睡蛋火覺 我就要辛苦流血流汗 太不公平了吧 你現在還沒有人家裡睡覺 你真是好 你不要再睡不醒了 你不要炫耀 YOURSTH dodge 你不要再睡不醒了 你不要再睡不著 你不要再睡不著 你不要睡不著 你不要再睡不著 你不要睡不著 你不要睡不著 我就为了这个家 再贡献出一只手指头出来 为什么每次要脱我手指头 你这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你就不能心疼难过一点吗 你最有要紧的事找我 是这样的 我最近常看到一只狗 黑色的狗 它看起来很凶 可是我知道它很有灵性 奇怪的是 它明明有主人却不回家 昨天还跑来找我 我原本以为它肚子饿了 想讲具体一点,讲重点 重点是这个 哪里来的 狗狗的肚子里 我的意思是说 狗狗从肚子里面 吐出了这根手指头 它吐了就跑 好像专程把这根手指头 送过来给我赐的 狗送手指头来给你 我也不想要代表什么意思 我只是感觉 好像有事情发生了 这说不定 代表着一个大阴谋大案子 这手指头的缺口很整齐 不应该是狗从人的身上咬下来的 那怎么会在狗的肚子里面 不晓得学长前辈 你准备怎么样调查这个案子 如果说先从狗袋子调查起的话 你觉得怎么样 它还不算这个案子 没有人报案 没有被害者 没有凶手 很可能是从医院流出来的废弃物 那 那接下来怎么办 这几天案子太多了 看情况再说 可是 这是人的手指头 难道说 要等到从狗狗的肚子里面 突出人的尸体 才可以成立案子吗 这根手指头 出品代表着一个可怜的人 他被杀害了 难道做刑警的 一定要等到有人报案 才可以开始查案吗 万一这个被害人 他根本说不出话来 或者他没有家人 那怎么办 我是满怀着希望和热情 才来找你的 我很难过 我所面对的 皆是被动与冷漠 那你这样子和其他的官僚 到底有什么两样 我不会再来了 等一下 我想 我是错了 你是对的 优秀的刑警 就应该主动 追查任何可疑的人事物 这个样子好不好 我陪你把这么重要的证物 拿去给全中华民国最优秀 最资深的刑事警察 他会给我们答案的 你是说 杨白衣 你的热情 值得我介绍你们两个认识一下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我把爱怨的地铃藏在 圣洁的海落中 每当微风吹过 就会想起了遥远的祝福 每当云云飘落 仿佛看不到红尘的森床 我把爱怨的地铃藏在